一,张美斯扣篮,仿佛要把球扣破在身体力量上,张美斯可从来没吃亏过,特别是他的丈夫扣篮,那可真是事大力尘,让人难以招架。 摄影师曾招拍到张黄扣篮的一瞬间,那可几乎是把球都给扣的动型,看上去仿佛要把球给扣破,很多NBA球员都扛不住张美斯在突破冲击力,科学家们曾做过计算。 二,张美斯全力突破时的破坏力,等投赢一辆时速32公里,买小时的弯弯5cc摩托,女球员被看一撞,单场就送进了医院。 二,自乌哥传球砸在东哥投医引起张美斯,自乌哥格军的力量也是丝毫的信息,当他使尽全力传球时,这球的力量估计能够直接把人砸一,在徐利和铁剑的比赛中, 他的传球就砸到了东哥的脸上,藏着东哥一脸痛苦,不知道这一球是否让东哥想起了当年瓷式瓶给他的一肘鸡,所幸东哥这次没有脑震挡。 三,一个快光刹车,就让球鞋彻底运行,原以为NBA球员,只有在对抗时才使出全力。 事实上,他那一个变向也是力量十足,小简单单的一个急刹车,就在地板上踩出了刹车命迹,最苦不堪人的就是球鞋。 在巨大的工地率之下,球员们的球鞋已经彻底变形。 四,卡尔玛龙和梅德茂梅瀉,就得工地A里对抗最强的地方,毫无疑问就是禁区。 特别是独猫献者得天下的食道,三鸟心更是赤裸裸的热搏兆。 比如九十年代理,马龙和梅德茂,在猫献中斗时使出的力气,真的是合身手想用力量把对手撕毁。 五,拿分与手机让奈尔撕毁人在激烈的身体对抗下,一份在于对手的一个化动作,其后果可想而知。 在猫献和奇才的系列态中,奇才球员姚文使出全力给孙舰梅瀉斯来了一种。 直接把梅瀉斯的脸打得惹毁人一样彻底变形。 看上去就好疼啊。 Winfo。